大家好,我是Eric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数论 那么今天我们学习的是 同一式密语欧拉公式 就换到了一个会动笔的数学家 那么欧拉公式呢 主要就是想看在1和m之间 与m互质的整数个数 就比如说6 1到5以内有 1到5以内有三个 有两个和6互质的数 那两个数就是1和5 所以呢在这个列表上呢 它也是在这 那么欧拉公式呢 就是欧拉看了非马小定理 然后呢它看着那个约数条件 因为非马小定理是 50m-1次方 a的p-1次方和1 其中一个限定条件这p是一个质数 那么欧拉就想能不能把这个质数变成任何数 那么 我们先一步一步一步来看它怎么达到欧拉公式的 那么欧拉呢先创造一个公式 就是phi-m 这个 这个是古希腊字母 我们叫phi phi phi 那么这个公式其实就是找1和m之间 与m互质的数 那比如说phi 10就是4 那么我们发现 当它是质数的时候 当m是质数的时候 phi m正好等于m-1 因为你看2 2是一个质数 2-1是1 3是一个质数 3-1是2 5 7 9 不是 当然其实这比较显而易见 因为这是质数的定义嘛 质数的定义就是 只有1和字 它本身 是它的因数 所以我们得到phiP等于P-1 就比如说phi7 phi7就是6 1 2 3 4 5 6 那么我们就 上节课我们讲的是费马小定理 然后这节课我们讲的是欧拉 看了费马小定理之后得到的欧拉公式 所以呢我们先试图模仿一下费马小定理是怎么得到的 那欧拉就想 如果我要求7的几次方和1 磨10同余 那么我现在左上方写上 phi 右上方写上 phiM 什么phiM phi10 是4 在这个列表里 它也有写上 所以呢如果我要求7的什么四方和1磨10同余 那我就找10以内和10护质的数 就是1 3 7和9 那么我们发现7乘1和1 磨10同余 这里磨10我就不写了 7乘3和1磨10同余 7乘7和9磨10同余 7乘9 7乘9就是3和3磨10同余 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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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1 3 7 9正好和它一样 那么这也是费马小定理的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我们一会儿看 所以呢我们就得到 7乘1乘7乘3乘7乘7乘7乘9和1乘3乘7乘9 磨10同余 那么我们只要把7提起出来 7的四次方乘1乘3乘7乘9 它就和1乘3乘7乘9同余 1乘3乘7乘9和10护制 所以呢我们可以两边都约掉它 就得到7的四次方和1磨10同余 那么我们就解出来了 那刚开始我在这里写上 费马小的定理其实非常非常的像 就基本上除了加了一个5M和没有了P是指数的限制条件以外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那欧拉公式就是如果A和M互质 这个条件还是不能改的 那么A的5M次方和1乘M同余 那么我们怎么证明它呢 毕竟它和费马小定理很相似嘛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用老套路给来证明一下 那我们让1小1等于B1小1B2小1B3小1B4 一直到B5M 它们都小1M 其实就是0到M之间和M互质的这些数 管它们叫B 那么如果A和M是互质的 则这个数列摸M和这个数列摸M是一样的 这看着是不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眼熟呢 那么证明也会非常非常非常的眼熟 那老方法 我们已经知道这里的数和M 还有这里的数和M都是互质的 所以呢我们只要求出来 上面这个列表没有乘负 那我们就可以证明这个英里了 所以呢那我们为了证明它没有重复 我们就随便随机挑两位幸运 幸运嘉宾BJ和BK 那因为它俩是 因为它俩重复嘛 因为我们就用反正法 因为它们重复 所以其实它也不能叫反正法 就它和它们M同意 那么意思就是说M能够整出BJ-L 那我贴呢写上一个新变量BK乘A 那我们已经知道A和M是互质的了 所以呢M就整出BJ-BK 当然又不是BI就BJ M能够整出BJ-BK 而BJ和BK它都小于M呀 小于M 所以呢BJ-BK 这绝对值因为我们不想处理负值 它一定它一定一定小于M 那么只有一个小于M还能被M整出的数 那个数就是0 所以呢它俩是同一项 因为呢我们就成功证明出来 然后呢证明出来这个之后 我们就能非常容易的证明欧拉公式了 和非马小定理的套路是基本上一样的 所以莱布尼斯相当于证明了一个定理 然后给另外一个欧拉公式做出了铺垫 做出了欧拉公式证明的铺垫 所以呢我们已经证明了这两个数列是一样的 所以呢我们把它们乘起来 一直乘到B5MA 它和这个数列乘起来 这是同余的 那么我们把AT切出来之后 得到A的5M次方 因为有5M相 乘大B和大B 模M同余 那这里大B就是B1乘B2 一直乘到B5M 那么我们已经知道大B和M互质 于是呢我们可以两边都除掉大B 就得到了A5M和E 模M同余 那么我们就成功的证明出来了欧拉公式 其实 其实有非马小定理的思路之后 欧拉公式其实就是 其实证明欧拉公式就相当于 再练习一遍非马小定理的证明 那么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儿 下次再见